在槍棘現場,見到總統克盧斯身後面槍手鎖持的銷槍,銷槍只是氣槍,射出來的是遊戲用的塑膠子彈。 總統雖然被打中肩頭,但是沒有受傷,不過他身邊的保安和周圍幾十名警員並沒有第一時間作出反應保護總統。 事後,襲擊者自己走開,他身穿全套迷彩軍服, 警員將他拘捕之前,終有時間向電視台機者表達意見。 他說行動的目的是要代表民眾向政府宣示不滿,因為當局令到全國三分之一的人捱惡。 事件發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爾北100公里外的一個小鎮,陪同總統克盧斯主持戴橋落成典禮的鎮長就說, 總統非常不滿保鑣和保安人員的表現。 現年71歲的克盧斯,任其明年三月戒滿。 他曾猛烈批評歐盟,又對俄羅斯態度友好,因而有不少政敵。